随着二手机市场的全面崩盘 最近如果说要性价比最高的机器 还得是iPhone15 都是刚几乎没有多久的机器 可以说使用体验上跟全新机没有区别 A16的处理器还升级了全新的灵动导设计 非常好看 后置相机也是重用了9年的1200万像素 升级成了4800万 防抖更好 拍照的细节也很好 像这种外观从色的3800就能搞定 它的上一代iPhone14也是成功跌入了2500价位 A15处理器无论是日常使用还是重度游戏 在流畅用个5年都没有问题 之前一直说不值得买 但现在连苹果13都要2300 iPhone14跟15的性价比有多高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